亚运观赛团 亚运中国男足淘汰卡塔尔原因揭晓 球迷第二次发生 这回说了真话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国足这几年踢西亚队 在裁判问题上吃过的亏不少 判罚本身也是比赛的一部分 这场我们确实是获利者 整体而言 国足在裁判这世上吃亏多过获利 我一直很想知道的是有没有一种人 国足赢了 拿运气和裁判说是 我们的替补太弱了 攻击性差 不仅拿不住球 踢得也毫无章法 纯粹是上场打酱油 凑数消磨时间 国足遭遇不公判罚 会不会跳出来说还是实力不行 裁判黑又怎样 比别人多进一个不就行了 看看下场对韩国吧 这是唯一全主力 战役高昂不用动摇的球队 检验未来国家队成色的球队 乐观估计输一球场面不难看 未来就多少有点希望 但说实话够呛 希望你们不要为了自己能挣大钱而努力 希望你们一直为中国足球的未来而努力 最后六分钟 我也是够了上半场踢得不错 踢极眼了就是 有点像世界杯阿根廷踢荷兰 孙介海指导解说那句话有道理 真到了场上脑子一热 可就太容易冲动了 刘洋可以理解 江胜龙真没必要 这一次 对阵卡塔尔的比赛 赢虽然赢了 但是过程还是堪忧 赢一个球就像手 最后关键不想进攻 一个带球前进后面只看着 空位的不传 想带又被人抢 关键把握没有 除了第三场 这批孩子踢得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态度 跑动低抢还是积极主动的 曹强龙 带伟迅 方号几个有技术动脑子是基本盘 当然如何保持90分钟注意力集中 是接下来面临的课题 下场缺中位比较难打了 看孟加拉怎么打我们的 可以参考下 我们的小伙子踢得可以啊 卡塔尔不是挺强的吗 门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现在我们浪费机会太多 吸取教训 改善 想逆天改命 只能依靠球员努力 球员踢好自个的球 为心中的理想坚守奋战 世界杯也有这样的场面 为的就是打乱对手的节奏 事实证明 主裁判加时也在帮东道主 赢球就好 要啥面子 又不是足球强队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